人本身是一个对象 是一个静态的 但人内部的血液循环 或者内分泌系统 它们本身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小宇宙 对不对 它本身又是一个完善的小宇宙 又由动静结合所组成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也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种情况 最后我们如果认定 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流程 我们可以用到这个 Floor Final 表示它是一个 我们的流程节点的结束 这样来分析 这个也是在2.0里头才引入的 以前其实不需要 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状态图不会画这么麻烦 不会画这么麻烦 就画 不要画层次太多的状态图 那么就这样 我就给大家把状态图给画完了 看状态图是不是相对有点测载 但是紧紧的记住 状态图是画我们状态的一个改变 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这个还是那句话要练 我们看我们的电脑开关机 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个demo 我通过这个过程 把各个元素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画的一个比较简单的电脑开关 这样一个状态 有点慢 这样的就比较简单 起点 打开电脑 电脑数字画 然后du 就是它执行过程中就启动 这就是电脑运行的一个大状态 看到没有 当然在里头有小状态 这一点注意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h还有一种画法 两种画法都没错 这点就有点讨厌 然后 可以直接给它放到一个状态里头 这样子也可以表示清楚 对不对 这是电脑运行的这个状态 电脑运行这个状态里头 我没关注它的事件 实际上它是有事件的 但我不关注 我就可以不画 对不对 然后 里面有一些子状态 等待用户 然后 input 就输入 输入过程中 登录用户输入 验证用户输入 最后再进入到 等待输入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里按出 它是一个小的流程节点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我们的 flow final 那个 那个一个圈 一个叉的那个标签 给它做一个终结 对不对 但是由于这个 肉子 这个是肉子2003 不支持UMI2.0 所以那个2.0里头 那个元素没有引入 所以 所以 这个大家理解就行了 然后呢 当空闲超时的时候 你看到没有 我们这些就用上了 当 这就是我们一个time event 空闲超时的时候 屏幕保护状态 然后触动鼠标 或者电盘的时候 又回到了我们这个waiting 就是运行的这个状态 然后关机 这个地方准确的说 应该是一个call event 应该写成什么 点击了power按钮 这样更准确一些 然后完成了电脑关闭状态 最后结束 这个画的比较简单 但画状态的时候 我就 我没有把每一个的那个action 都分析出来 大家可以自己去分析 这个说起来比较不担 但是其实也比较简单 好 那么这里还有 还画了一个 这个是用3UML画的 在2.0里头画反 稍微加了一些新的元素 包括什么 OK 这都是我的一些新的元素 都是用不同的方式 来画我们的开关机 这个状态 这个就很简单了 然后我下面又画了一个 稍微相对复杂的 你看这用到h 对不对 两种画法都是可以的 OK 那么分析一下 状态图的重点难点 这点要注意 我们在画状态图的时候 我们的状态名称 最好用什么什么ing 如果是英文的 表示这个状态正在进行中 或者用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eb 表示这个 什么什么已经 已经什么的状态 和正在什么的状态 这个是不是 我们用自然语言 我们来体会一下 是不是应该是 对状态的描述 应该是 要不然就是 已经是什么样子 要不然就正在什么样子 对不对 所以这个理解一下 状态图描述的是一个对象 这点要紧急 所以我们在这里头 为什么没有action 对不对 然后牢记我们的事件和动作 事件是什么 事件就是那条线 记住 动作是什么 动作就是里头的 一个东西再加一个杠 哪三个东西还记得吗 进入 执行和退出 yes 其实很容易理解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这个有点像我们什么 我们以前设计流程引擎的时候 是不是每一个都是一个流程节点 我们也是这么叫的 每一个都是流程节点 每个流程节点 我们最关注的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流程节点 它扭转时候的出发条件 第一 第二 我们关注这个节点的入口和出口 是这样的吧 所以你看多形象 还有保护条件 什么叫保护条件呢 比方说 这个地方 你有的时候你要干 要干嘛呢 这条线 你有的时候 你要给它 我们说三分钟不碰电脑 就会waiting 如果说它有的时候什么呢 这个时间 我们要受到保护 就是不能超过三十分钟不碰电脑 三十分钟不碰电脑 你的电脑会死机 举个例子 但事实情况不是这样 那么在这里 我们就要去设置这个保护条件 小于三十分钟 那么它的形式 就是用括号 给它包起来 手绘的方法的话 就是说白了 就是条件 这个能理解吧 超过三十分钟才会有点压力 我哪知道 这是取决于你的具体的实际的场景 这个我只是告诉大家一种话法 超过三十分钟 那从哪 超过三十分钟到处理 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去处理它 不去管它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真的超过三十分钟 你直接建两个分支出来 就不用这种方式了 这个只是个保护条件的设定 明白吧 直接建两个分支 一个是小于三十分钟 一个大于三十分钟 这是保护条件 还有黑story 这个讲过了 对吧 子状态和并发状态 子状态这个都不用学 你就知道 还是状态套状态了 然后并发状态 这些 好 问一些问题 什么时候 我们会用到状态图 需求过程 需要描述一个 对象的状态跟踪的时候 比如一个表单 在不同环节 审批的这样一个状态 还有 开始建立状态图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你看 注意我刚才怎么建的 首先列出对象状态 就是先列节点 然后把注意力 集中在状态的转移上面 这样会画得比较快 当研究每个转移的时候 要估计是否触发了事件 或者执行某些动作 这个地方 我稍微再补充一下 我说了 这个不是事件吗 对吧 这里头不是动作吗 这个还是要有一些区分 这个动作 有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这个状态 比方 do 是表示我们这个状态 正在运行的时候 它的一个内部执行动作 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能称它为事件了 明白了 entra和exact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把它 也可以把它 就是分析成什么 当它入口的时候 它要执行的一个动作 比方说调用了 哪个新的函数 它出口的时候 要执行的哪些动作 就明白了 但是这个 有的时候跟事件 有一点不太好分 没关系 多画画就好了 每个状态图 都必须要有一个 终止状态吗 不一定 有的状态图永远是活动的 看没有 有的人说 我一定要画这个公牛点吗 不一定 不一定的 顺便就问了 我们必须得有一个起点 一个终点吗 也不一定 可以有多起点 多终点 状态图的不图有什么技巧 图要清晰 回避交叉点 这个比较简单 讨论 画出 我们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大家自己下去就画 明天我再来看你的作品 我们画一个状态图 跟踪烤箱面包的状态 就是我们在烤箱里头 去烤个面包 这个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不要把什么烤箱和面包 一起分析 我们状态图应该分析谁 当然是面包的状态改变了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就是留给大家的课后练习 你也是一样的 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了解了一下 我们为什么 我们第四个阶段要学的内容 以及我们什么时候UML 以及我们为什么要用到UML 并且给大家过了一遍 我们的用力图和我们的状态图 这两张图形怎么样去画 并且做了少量的练习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是远程的 不像现场 现场我会当场让大家做大量的练习 争取在课堂上去把它掌握 但是这个就没办法了 所以大家只能下来 一定要花功夫去练 练了过后 愿意的话拍下图片 传给我 我帮大家评定一下 画对来的画错了 OK 有什么问题没有 关系两张图 好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好 我们下来